作词 李宗盛 我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感受 今年教师节 我打了一通电话给我的老师 小学老师 我的人生 这位老师是一个大贵人 他英才师教 把我一把从成绩很不好 整个拉起来 那他有没有用很大的力气呢 没有 他只用了吹灰之力就把我 登上来 当然我们老师有学过物理的杠杆原理 他知道怎么用巧力 把一个人拉拔起来 一个人懂不懂得如何帮人差很大 我要生五年级的时候 刚好我母亲跟我同一个学校 我的老师就问我母亲 说这个孩子怎么教我 我母亲想了半天就说了 这个孩子不爱读书 不过很爱面子 这位同学爱面子好不好 对自己是不好 但是你也可以利用他爱面子 把他拉拔起来 看你怎么去借力 使力 结果我们老师听到这一点 说 好 点点头就没有继续问下去了 那时候我们在边班 在整个操场 12个老师站在操场的两边 一班二班 三班四班 五班六班 七八九十十一社 一班某某某同学 在中间的这一团学生 就有一个人跑出来到一班 到二班 到三班 我那时候编到七班 你看一个孩子刚编到新的班级 都是怎么样 非常木讷 含蓄 那当同学都集合好了 我的老师就代班 到了教室 到了教室以后 我们老师就说了 蔡理序 带两个同学去领授吧 我就赶快 小学生被老师叫到怎么样 无比的兴奋 与有荣烟 赶快往往往往往 拿回来 我都还没喘完 我们老师说 这里去 带八个同学去搬书馆 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这么光荣过 成绩都一二十米的人 哪有什么好光荣的 是不是 我那一颗信心被唤醒 就在这样忙着 不知经过了多少的时间 都差不多尘埃落定 我们老师就说了 我们现在的选班长 我提名蔡理序 其他的人你们自己提名 那个新编班 你看一看才认识三四个同学 都是不认识的 好 这位同学 谁选上了 你们怎么都有先见之明 我选上了 你看我们老师费了多大力 没有 然后你要了解 班长等于什么 等于什么 品学兼优叫班长 不然就招他这个班长的名号 从此以后 我的成绩没有再掉到三名以外 都是一二一二 你看 懂得抓住一个人的性格 帮助他一辈子改变 这就是我的小学老师 后来我正式当老师 我也很感谢他 邀我的老师一起吃饭 那在吃饭的过程 聊得很开心 那刚好 这个服务人员 跟我有一点熟 他就跑过来说 哇 你怎么聊得这么开心 这一位长者是谁 我说这是我小学老师 结果他听得很感动 他说哇 你看 小学老师到现在还这么好 那我在跟老师聊完的过程 因为我在这七八年 开始接触圣贤的经典 我就把我人生的这些成长 跟老师讲 还送了几本书 给我的小学老师 我的老师接了这些书以后 就跟我讲 他说从今天以后 我是不是要叫你学长 你看 假如你跟你的老师 有这样的人生情境 好不好 痛快啊 人生 不要看电视看得痛哭流涕 好感动哦 然后离开这个电视 电视荧幕以后 该怎么痛苦还是怎么痛苦 感动的泪都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流出来 那你看那些电影干什么 要把电影里面真正的真情真爱 搬到自己的人生来 要自己当男主角 要自己当女主角 要自己当导演 诸位同学 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你是谁啊 观众哦 你也太冷静了吧 是啊 当我们看到电影当中那一份综艺 那一份道义 你要让那一份感动 长存在你的心中 你这一场电影没有白看 一辈子都改变 所以一个人会不会学啊 差很多 我在初中三年 过什么日子呢 一天考试 平均五科到六科 这样的日子你们过过没有 滋味怎么样 身心俱疲啊 突然有一天 我们的理化老师 物理化学的老师 一位女老师 她非常认真教书 突然啊 她有感而发 告诉我们 人生 不能没有 人生不能有傲气 但是不可以没有骨气 我本来啊 已经身心俱疲了 突然怎么样 眼前一片光明 那一句话就好像 一道光一样啊 照进去我的心田里面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把这句话忘记 你看哦 一个人肯好学 一句话都能改变生命 很多人说 我这一辈子都没遇到贵人 这种话叫 叫什么 这个是妄言啦 讲这种话的人 没有学到什么 返求初级 真的 人就是啊 没有理智啊 把责任都往哪里推 往外推 我们这一堂课 大家互相学习完了 每一个人的成长一不一样 决然不懂 所以跟这一堂课有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啦 但是不是决定性的关系 不是决定性的关系 根源在每一个人心中的态度 要看到真相啊 天助自助者 肯帮助别人的人 这个天是什么 天是自然啊 天就是他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一些 人事物 这一些人事物 能否成就他 看他自己啊 会学的人 纵使在逆境当中 都有很大的成长啊 不会学的人 金山银山到他的面前 他便败家子啊 功夫在自己的这一片心疼 所以孟夫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诗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辛苦 能扛大责任的人 在顺境当中 都在学习 都在快速成长 要找到根源 人生才能真正活得理智啊 人生才开始当一个 明白人 各位朋友 你活得明白吗 你现在确定你走的路是正确的吗 你确定你的思想是正确的吗 这个比你考研究所 不重要还是重要 比你考研究所重要太多了 你看我们人生如何取舍 轻重唤疾啊 刚刚我是提到我的小学老师 成就了我的人生 我感谢他 后来我在这一年多 在整个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国家地区讲课 我一年跟我老师联络了一两次 在这一段没有联络的过程当中 他的大伯 他的先生的哥哥 有一天就跟他讲 他说啊 我们正在听一个老师啊 讲中国文化 这个老师在大陆讲 我的老师就跟他讲 说我有一个学生 也在大陆 他以后啊 也会讲得不错 以后也很有可能 上电视播出来 因为他的大伯 就是在电视上看的 然后他就 他那个大伯 那你那个学生叫什么名字 结果讲出来 我老师很惊讶 当场啊 眼泪怎么样 掉下来 当这一今年的教师姐 他接到我的电话 已经激动的眼泪掉下来 他说这一段时间 我已经听到你两次了 一个是从我大伯那边听到 一个是从我一个同事那里听到 我从这里真正感受到 真的 父母老师啊 最高兴的 就是我们有所成就 而人生要抓到根本 抓到最重要的部分 你要感恩你的老师 感恩你生命当中 所有曾经付出 对你付出 对你关怀的人 你要怎么回馈他们 一定要把你的人生过得充实 过得有价值 将会让所有啊 疼爱过你的人 感到无比的欣慰 一定要啊 有这样的志向 才行 那我们刚刚提到 要当个明白人 一个人25岁 在美国长大 他的血统是中国的血统 他的思想呢 美国人的思想 那诸位同学 血统比较重要 还是思想 血统会影响人生 还是思想 对啊 所以我们在那里大声说 我是中国人 什么是中国人 血统是中国人 思想呢 要活得 明明白白啊 什么是中国人的思想 请问我们有没有细细的去看过 自己一天的思想 我们上一次也提到 一个人活着理智 第一个要懂得 领会到人之初五 性本善 不只要相信自己 也要相信别人 这太重要了 你不相信自己 你这一生绝对没有理智可言 你这一生都活在什么 自怨自爱 自甘堕落 消极啊 瞧不起自己啊 对自己 有很大的伤害 再来 你不相信自己 别人人之初性本善 对你有什么影响 对别人有什么影响 你处处都看人家不好 只要你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朋友都怎么样 马上站起来 对不起我要上厕所 对不起我要去干什么 通通赶快走 因为你到处看人家不好 人家全身不自在 不舒服 那你绝对没有人和可言 人际关系组不好 所以这一面的人生认知态度 所以延伸出来的层面 太大太大 这第一点 第二点 行有不得 返求诸己 这一句话 你们能不能答应我 这一辈子都不要忘记 这样我死也明目啊 我要的不多 真的 你们这一辈子记住这一句话 就够了 我当初到澳洲去学习了半年 在这半年过程 跟我一起学习的 最起码 有一百五十个人 当我们一百五十个人 都离开了这个学校 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 他们跟我一样 遇到了同样的长者老师 我上一次讲课的时候 有没有讲到 我有一个长者叫卢叔叔 讲了 这个卢叔叔 他现在是全世界的卢叔叔 他坐在我旁边 又跟我住在同样一个宿舍里面 他非常的迁退 就好像我隔壁家的叔叔一样 都不觉得他有什么 很高的智慧 很渊博的学问 我们不会看人 诸位同学 看人重不重要 重要 好 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讲看人如何看 好 谢谢大家 好 诸位同学 大家好 孔夫子 他 教诲我们 一个人的道德学问要成就 有三个态度要实时提起 第一个 好学 敬乎智 第二个 立行 敬乎人 第三个 支持 敬乎勇 从这里就点出来 一个人的学问要成就 第一要好学 第二 要立行 要去做 学一句 就应该有做一句的态度 最后 支持敬乎勇 人的勇气在哪 勇气在啊 面对自己的习气 面对自己的错误 能全然的 把面子丢掉 全然的去修正 这个是啊 有支持 去信 因为一个人支持 才能啊 对得起 生命当中 所有啊 爱护 照顾我们的人 假如我们不支持 自觉坟墓 自甘堕落 那就会 伤了多少 亲朋 好友的心 那各位朋友 我们晚一天 开智慧啊 你的父母 你的亲友 就要痛苦 一点 这个深刻的体会 来自于 我自己在 教导学生啊 学习圣贤经典 第一本 学弟子归 刚好 交了一个多月 我觉得这一本书的道理 句句都影响 一个人的一生 我赶快啊 拿了两本 从高雄 开车到台中 开了三个小时 因为我有一个 结拜的大哥 住台中 他有一个女儿两岁 一个女儿四岁 到了以后 饭还没吃 我就开始跟他讲 你看第一句 对孩子一生 太重要了 因为第十规第一句 父母呼 应勿还 父母叫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啊 拖拖拉拉 我们不可以啊 傲慢随便 来 诸位同学 你爸爸叫你的时候 小华 你们会怎么应 啊 干嘛 我看电视了 还有没有 超过一半的学生回答 就是那两个字 干嘛 才两个字 严不严重 严重啊 所有的一言一行 都从哪里出来 从他这一颗心 当心坏了 当心偏颇了 所有的言行都会偏颇 我们做教育的人 最强调的 就是这一颗心 所有的学问要内化 所谓变化 气质 叫教育啊 那气质为什么会变 相有心生 心变啊 从迷惑 变觉悟啊 从作恶 变行善 从傲慢 变谦卑 这叫教美 而这一些 能有这么深度的观察 深度的认知 都是因为 在这近年来 这七八年来 我看经典 我才懂 不然这些认知 大学联考 什么时候考过这一题 大学联考 有没有跟你考 父母乎应务环 做不到 请问对人生 有什么影响 一 赚不到钱 二 你有没有考过这种题目 这一题是影响一生的态度 没考 考的都是什么 我们十几年的学习 超过百分之九十以上 用不用得到 用不到 知所先后 能影响一辈子的东西 我们没学的话 这一些能力 让你在 二十二岁大学毕业 再来学 好不好学 难啊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个同事 那一个同事 二十岁就拿到数学博士 来 这位同学 厉不厉害 你还说厉害 讲话要小心一点 不要讲太快 谨言慎行 人生是一个整体 你不能看一个点 很多的杀人犯 他曾经读 曾经是全省作文比赛第一名 你相信吗 是啊 但是当他在第一名的时候 有没有人看到他以后会是杀人犯 我们都看不到 真正有智慧的人 绝对看到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看一个社会的动作 他就可以断言这个社会情况 因为看这个因就知道那个果 我们以前古代人 到一个地方先做什么动作呢 他要来体察民情 收集这个地方的歌曲 是啊 这些歌曲每天都在影响 这一地方的人心 假如他的歌曲非常的淳朴 非常的善良 哇 那这个地方一定大致 《孝经》里面讲 一风一暑 莫善于乐 音乐太重要了 一个国家要兴盛做两件事 就差不多了 智礼作乐 这个礼最重要的让他了解 当儿子要怎么当 当先生要怎么当 当父亲要怎么当 你已经二十岁了 你都没有上过 突然有一天二十五岁 你当爸爸了 你怎么当 我们人生是遇到问题再来学习 来不来得及 来不来得及 所以因为遇到的才开始学习 都没有深谋远利 所以被人生 所有遇到的境界 缘分 追着打 喘不过气 而现在的人 你问他 你在干嘛 我好忙 很忙哦 很忙啊 忙怎么写 你看中国字历不厉害 死了还好 死了还不会做错事啊 那忙到最后 做的抉择都不对 一辈子在那里后悔啊 你看 我们都没有听那个古代人 孔老夫子讲 玉树怎么样 结果一直忙 停不下来 你注意去看 很多人快速结婚的 到最后是什么 是啊 很多人 女儿啊 你赶快嫁啦 赶快嫁 好了 我嫁了 通通不幸福的多 是吧 为什么要赶快结婚 为什么 你看 我们都没想清楚 就已经踏进去了 突然有一天醒过来 我都四十岁了 下了半死 旁边还睡了一个人 不是 然后看远过去 还谈了两个儿子 现在可以两个儿子了 是不是这样 现在规定 你们不知道 我比你们还早知道 现在已经规定了 我是从马来西亚飞机回来看到的 假如父母都是独生子女 可以生两个 有没有 重点不在生几个啦 重点在啊 你这一生的人生 智慧 能不能给你的下一代幸福啦 不然你结婚干什么 结婚就为了生一个儿子出来啦 是不是 生儿子容易啊 养儿子难啦 创一间企业 创一家公司容易啦 能守住 人让他长治不衰 这才是智慧啦 打天下靠的是机会啦 守天下还是人生的大智慧 所以你看 人都看了 打下天下 好厉害喔 都不知道他后面跌成什么样子 人现在都看表面啦 我们不能随波出流 冷静走每一步啊 人家在那里 哇 一个月赚十万 一个月赚二十万 你都快要 要要欲事都快撑不住了 你都不知道他那一条路走到哪里去 这一条路走下去 第一个 铛铛入狱 为什么啊 停而走险啊 中国百大企业 今年的百大企业 跟明年的百大企业 几乎超过一半都换人 百大企业大不大 为什么都换人 你看到结果要想什么 原因啊 不然这些数字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帮助 这些都是警讯啊 一半以上的企业都换人 换名字 然后有好几个大企业家的老板 通通到监狱去吃不用钱的饭 他成功吗 而当他还没有进监狱前 你看多少人觉得他成功 他没有判断能力啊 真正有智慧的人 看到他傲慢了 看到他贪婪了 就断定他必败我们 其实我们常常啊 看那些小孩三五岁 然后你说 你这样做不对哦 不可以这样 他马上脸很臭 你批评我 这个孩子以后有大成就吗 这个孩子这个态度 已经一生不可能有大成就了 你去看看历史上 所有流民轻死的人 都有一个态度 谦卑 听得进去忠言 听得进去别人的敬言 这些都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你看唐朝 贞观之志 唐太宗成就的吗 明眼人都知道啊 打天下靠的是福气啊 治天下的人才有智慧 你看齐桓公五霸诸侯 谁的功劳啊 是齐桓公的福报 福分 加上谁的智慧 管仲啊 当管仲离去了 齐桓公的下场是什么 死了六十七天没人知道 他的尸从流到宫外 才看到 才发现 死的那么惨 那请问他五霸诸侯有什么意义 当然 他在五霸诸侯对天下确实 有相当大的帮助 但是以他的人生来讲 中国人讲 圣死 圣忠啊 你这个忠没有好啊 你这一辈子啊 通通啊 这个盖棺论定的时候啊 不完美 不圆满 那诸位朋友 你知不知道齐桓公为什么下场这么惨 那我们的人生会不会像齐桓公这么惨 当然不会啦 但是他所犯的错误 你很可能犯 我们很可能掉到这些情境去 齐桓公好吃 齐桓公好玩 齐桓公好色 刚好啊 有一个人可以提供他玩 一个人可以提供他吃 一个人可以提供他好色 但是管仲来的时候 通通把这些人赶出去啦 后来管仲要离开的时候 要去世啦 他说谁可以帮我 问管仲 然后就问他 其中一个 把他儿子杀了 他儿子是婴儿的时候 把他儿子杀了 然后拿着他儿子的肉 给齐桓公吃 他说齐桓公一定没吃过婴儿的肉 你看 这个人对我这么忠心 连他儿子都杀给我吃 这样的人可以用 你要不要用 你看齐桓公要用 观众跟他讲啊 连儿子 人之亲爱莫过于自己的儿子 连儿子都不亲爱的人 他还会爱你 颠倒啊 然后又说 这个人为了陪我玩 这个人为了陪我玩 他又是男生 不能进宫 他自己啊 变成太监 这样的人可以用吧 管仲说啊 一个人的珍惜 你莫过于他自己的身体啊 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惜啊 他会爱惜你 这背后都有什么 很深的目的在里面啊 所以当人啊 情感有好恶 不是理智哦 看这个很喜欢 看那个很讨厌 这个人难成大器啊 你看到你喜欢的 你就陷下去了 然后呢 你能陷下去的 别人就有办法帮你搞倒 有啊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高官 他一生非常的清廉 后来要升一个很高的局长的位置 就因为一件事情啊 含这个 引救辞职 一生郁郁寡欢到死 他没有收人家的会金哦 没有 他很喜欢看足球赛 很喜欢看足球赛 一辈子奉公守法 非常认真工作 所以才能升局长 就要升上去以前 人家就是抖出了 他曾经接受人家一张足球赛的票 你看现在那些商人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 他只要跟你勾结上了 他会使出浑身结束 所以你身上哪里有弱点 他都看得出来 来 诸位朋友 现在回光返照一下 我们身上有哪些弱点 真的啊 利民于一生 你一生的工业 民生可能一瞬间就怎么样 毁啦 这位男士你相信吗 去年年底啊 有一个经济学院的院长 还是上海 城市咨询委员会之一 因为嫖妓 学校把他解雇 来 他做了这一件事情 谁受牵连 自己还有呢 他的家人 还有没有 学校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他欺骗了谁 那对不起谁 人一生 为什么这些陷阱 这些欲望跨不过去 重点就在啊 当一个人 在鼎盛的时候 事才傲物啊 在鼎盛的时候啊 自事甚高啊 觉得都是我的功劳 人家来拍马屁了 哇 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啊 危机就出现了 而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全身而退 在于他念念想着 我今天能念到北大 是我父母给我成就的 是过程有很多师长 同学 帮助我 我一定要好好地继续成长 成就我 一生 才对得起这些人 他念念想着恩德的人啊 不会落到陷阱 念念开始 哎呀我真不容易 我读到博士 我真不容易 我当经理了 我一机 一出 他这一个错啊 对不起 他的学生啊 这么多的学生 都那么信任他 他这么一出差错啊 所有人的心都伤透了 请问他以后 还能不能相信老师啊 那他不相信老师 对他一生有什么影响 影响很大呢 他以后说 老师我都不相信 那他学问跟谁学 那没有学问哪来的智慧 那没有智慧 他的人生会搞成什么样子 为师者 有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啊 为师者不能只想着 别人都要听我讲 那是大错特错的态度啊 他不只对不起他的学生 他还对不起 在这整个几十年过程 通通是国家的栽培啊 我们读书有没有国家栽培 有啊 对不起国家 社会啦 所以这个要谨慎啊 地址规里面 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 通通是建筑你人生的成功 什么是成功 家业成功 事业成功 但是这两个成功啊 还不在 排不在前面 什么排在前面 道业 所以你人生一定要知所先后 生涯规划的守重点 修道 就是修你的智慧 有了智慧 你才能判断 什么样的人可以交往 什么样的老师值得学习 什么样的人生 才能够稳健的去经营 才能走向幸福 而不是走向毁灭 而不是走向堕落 我们常常挂在嘴边 这个社会都在随波逐流 诸位同学 你有没有把握不随波逐流 有没有 你们怎么都没反应 你们醒过来了没有 你有没有把握 假如你现在都没把握 什么时候要有把握 还是你已经进入到灯红酒绿当中 然后才告诉自己 我没把握 然后就 咚就掉下去了 然后掉下去以后 你爬起来 就告诉旁边的人 英雄难过 美人观 真的 越舵越惨 为什么 没有理智 没有 行有不等 反求足己 这句话待会解释 刚刚有一个朋友问说 这句话他不懂 好 给他掌声鼓励一下 为什么要鼓励 因为蔡老师叫我鼓掌 为什么要鼓掌 学问 学问 要先学什么 问 问好不好学 这位同学 处处留心 接学问 问还要问对人 你能不能来问我满汉全喜怎么做 我铁定不会 你也不可能去问一个老农夫在那里耕田 然后你问他诗经观观居咎 在何之中 可不可以这样问 他也没读过 所以要问对人 很多的人没有理智 自己心上有事 就到处问 见一个问一个 问到最后怎么样 他发觉一个事实 同一个问题 十个人回答都不一样 听谁的 真的 我有一个朋友 他有一天 一个女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 早上七点多 我拿起来 他就开始 一边掉眼泪 一边讲话 他已经结婚了 然后他 当然不是我对不起他 就讲他先生 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讲了也有十来分钟 作为同学 这个时候不要阻挡他 让他怎么样 让他疏通疏通 都让他讲完 再让我来讲 他批评完他先生以后 我就开始跟他讲 我说你先生对不对 他有没有错 现在不是最重要 现在最重要是什么 你对了没有 你现在做到好母亲了吗 你现在做到好妈妈 做到好太太了吗 你现在做到好媳妇了吗 先想自己有没有做对 自己做对了以后 再说别人不对 假如你现在都不对 然后你说别人不对 请问他能不能接受 绝对不能接受 两个人互相批评会有什么结果 所以你看人生的理智处处皆是 一言一行都在流露出我们有没有理智 一句话讲错了 后果难收拾 一句话讲错了 三年的交情 一笔勾销的 太多了 所以人生的理智 人之出信本善 人生的理智 行有不得返求足及 人生的理智要先问自己对不对 自己对不对是最重要 当人能先思考我对不对 我也有错 包准你的气去多少 去一大半 人就是只看别人错在那里 越看火帽越大 是啊 那接着我又跟他讲 我说假如你现在当太太都没当好 当妈妈也没当好 那你不要弃你先生 你要弃你自己 你看哦 你为什么弃你先生 因为他当先生不像先生 结果你现在当太太不当太太 那先骂谁 那你要先骂自己 因为你比较近嘛 是不是 你所弃的人 却跟你是一样的 那你没有记得资格讲他 也没有资格气他 古代有一句格言相当的好啊 各自者 天轻地鸣 每一个人都说 哎呦 这件事情是我害的 下一句是什么 哎呦没有啦 这是我害的 互相反省 天轻地鸣啊 各相折呢 你那里不好 你那里也不好 都是你害的 都是你害的啦 天翻 地覆啊 各位朋友 再复杂的事情 你从源头思考 都很简单 都在啊 以一个态度 都在一面 之间而已啊 人现在都找不到源头 所以一看 啊 很难啊 跟我父亲沟通很难啊 跟我女朋友沟通很难啊 啊 跟谁沟通都难 其实说实在话 连跟自己沟通都怎么样 都会气得半死 连跟自己相处都相处不好了 然后你在那里 我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本末倒置 一个人怎么跟自己相处得很好 要做对的起自己的事情 一个人要懂自爱 才能爱人 欲爱人者啊 先自爱 你看 这个先后重不重要 重要 好 时间有限 我们来谈一下 先后 现在 先交女朋友重要 还是先学弟子归重要 你们冷静下来了没有 欲爱人者 先自爱 我们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 然后看到一个美女 马上说 我要给她幸福 下一句你说 骗人 这样的男人都不多 诸位米同学 这样的男人你会不会判断 判断重要 难怕入错行 这句话你会念不一定会用 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 因误解而结合 因了解而分开 讲起来很好笑 但是那对一个人人生都有难以抹灭的伤痛 刻苦在里面 这是不为人知 而这个伤痛什么时候发作 夜然人静的时候 风消消息 溢水寒 壮事一去 息不复返 是啊 你看现在人 很多人很怕自己 一个人 到处给人家打电话 为什么 心不安 人生非常的焦躁 太多的回忆 让他不堪回首 所以诸位同学 走人生的每一步 谨慎重要 要一开始就谨慎 不要人家在交往 你也要赶快去交 要冷静 要有智慧 去选择人生 走的每一个步伐 刚刚我讲到这个圣语史 我们今天所听的这一些圣贤人的教诲金句 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 3月15号我去讲课的时候 他们本来是想讲论语 讲大学中庸 结果我只会讲地址规 因为其他的我也没讲过 他们那边老是说 不然来讲看看好了 我本来想说两天我就要赶快捲铺盖要走 因为也实在是觉得自己很不足 我到海口去弘扬中国文化 确确确实实是赶鸭子上架 就突然蹦来 你来做 他说哦 就做了 透过三四个月的体会 有一点小小的经验 希望能去做两天演讲 就回来 因为深圳那里 那个招牌掉下来 都会砸到好几个硕士 又会砸到博士 有没有 有啊 一开始听课的时候 他们都这样 然后我又会视诗迷 我一看他们的表情就是 地址规有什么好讲的 然后一边听 慢慢手就放下来 慢慢眼睛很专注 然后听到一半还会拍手一下 但是你要了解哦 一个人为什么从这样的态度 可以快速转变 这个人很可取啊 而他的可取动力在哪 在于他是真正想要把下一代教好啊 当他真的听了 哎呦这真的有帮助 他马上态度就转了 很多人的傲慢一辈子都转不过来啊 他有爱心 所以他马上能够转变态度啊 好好来切磋 好好来互相学习啊 下完课以后啊 我那一个礼拜几乎每天都讲课 还有一天讲三场 通通都开始排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 人心善良啊 你看他一听到好的东西 你马上一堆安排我 隔天就去找学校啦 他说哎哟这个学校 几千个人都在学习 哎 您可不可以来这里讲课 人心善良啊 结果隔天早上八点钟八点多 他们幼儿园的老师说 你可不可以啊 来跟我们学生幼儿园学生上一堂地址规 我说好 我就去啊帮一班大班的学生上地址规 我一走进去啊 我说诸位小朋友来 我们来上地址规 小孩说老师 我们已经学过啦 我们都会背啦 来 从这个回答当中 你能够断定些什么 谁造成了 家长的引导 老师的引导 假如从一开始就错 一开始就错 人生能不能走对 绝无可能走对啊 所以差之好理 失之千里啊 人生的一个态度啊 一年之后的距离 十年之后的距离 越拉越开 那怎么办 学生你看 我都会背了啦 我都学过啦 很傲慢耶 一个人傲慢学问已经不可能成就了 当然了 这个时候我们当老师的 学生丢什么球 我们马上要怎么样 接招 然后接完之后要打太极拳 再把他 我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 道 不是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右边一个首先的手 手边 左边一个错步 这个错步啊 你看行径的径 只要有这个走步 这个错步啊 都代表什么 行动 首先能把学的做到的人 才是有道德的人 是吧 能做到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 结果孩子的认知是什么 什么是学会啊 会背啊 你看 你有没有看到 下一个勤快快要出来 勤会快要出来 有没有 有啊 他四五岁就开始背了 可是他这么傲慢 当他爬得越高 他所承担的责任越重 很可能影响的层面越大 所以当老师当父母 要看着深远 我跟他们讲完这一个字之后 我就问他们 请问 弟子归哪一句啊 你做到了 这个孩子啊 开始想 父母呼应勿还 没做到 父母命 行勿然 昨天我妈妈叫我洗澡 我还拖了一个小时 没做到 父母叫须敬天 我妈妈讲一句 我都顶三句 没做到 马上头怎么样 就低下来 假如是成人 你哪一句做到了 父母呼应勿还 没做到 父母命行勿然 没做到 父母叫须敬天 没做到 你曾几何时看到一个成年人 人家批评他 他马上 惭愧 然后甚至站起来 谢谢你指出我的缺点 你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 来 你看过一个吗 但是啊 在我们 教出来的这些幼儿园的孩子 每一个人 都会表现这个行为出来 请问这个孩子 以后会没有成就吗 以后会没饭吃吗 人生好比一盘棋 你的眼光是放在下一步怎么走 还是放到 五百步一千步 应该怎么布局 不可谓言 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生 都是看一步 走一步多 高中看哪里 看考大学 大学看哪里 考研究生 标准答案 研究生之后看哪里 是啊 这些数字有什么意义啊 真的 学这一些心理学 这一些数字的人 他有没有想到 他学这个要干嘛 学这一些统计数字 假如是为了告诉别人 我很厉害 我可以统计出来 那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 他统计出来是吓死一半的人 吓到现在的年轻男女 都不敢结婚 为什么 失业率 节节攀升 请问他这个数字出来 帮助了谁 社会教育有一个最高指导原则 请问从事社会教育的人 几个人 学校有没有教过他 是吧 这些记者 他有没有抓住 社会工作者 最核心的一个重要事项 根本啊 你教一个记者 不是教他如何快速成名啊 现在很多大学教授 你问他什么叫成功 快速成就叫成功 在公司里面快速提升叫成功 马上经理 总经理叫成功 这样叫成功吗 值得深思啊 一个记者成名 假如是报导人家的隐私 搞得天下大乱 他不了解啊 他的一个报导 所影响的是几亿的人 他没有抓住一个最高原则 影哄扬善 而且啊 他没有从结果 他只拿着结果来吓唬人 结果对人都没有 真正啊 正确人生的引导 你应该告诉的是 为什么离婚率会高 因为高学历的人缺乏哪一些 人生与人相处的重要态度 假如你能把这些态度 仁慈之心 替人设想之心建立起来了 高学历依然可以幸福美满 这样报导才有意义啊 所以确实啊 所以确实啊 人生啊 这个先后 本末啊 都要认知的 很清楚 才行 好 刚刚 我们讲啊 圣与死的态度 今天 我们的学习啊 不是听过 而是要把听的每一句 去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 那些孩子啊 听完我那一节课以后 马上就变 确实孩子心比较清澈 因为他有一个东西不用 不会障碍他 那大人为什么那个头都 都低不下来 障碍在哪 什么 念子挂不住 来 念子能给你人生什么 念子只能障碍你的人生 对你人生一点帮助都没有 结果你把他抱得跟什么一样 好兄弟一刻都不能离开 是吧 人 我们在认贼做父啊 就是这个贼让我们的德行都起不来 就是这个贼让我们脾气特别大 常常给人家恼羞成怒嘛 结果你不舍掉他 好 什么时候舍 蔡老师你给我三年时间 三年之后再说 这样对不对 所以我们到各地去讲课 都会带很多钱 拿这些钱干嘛呢 买每一个人的面子 我听说面子最贵的是上海 价钱比较高 上一次我带去的钱就不够买 那北大面子一斤多少钱 我不知道我的钱够不够 诸位朋友 霍福相宜啊 你考上北大是福 福兮霍之所福啊 当我们顶着这个北大 背后的责任是什么 我们不是顶着北大 去跟人家比高下 你看我是北大的 一提到你读哪里 北京大学 这个北大已经在让你堕落了 弟子归说的 不利息一名 但学吻 我们都不去好好的把这些 智慧教诲做出来 只是背一大堆 长浮华 成何人 你浮华起来已经傲慢 我们要了解啊 人考上北大 背后父母 以至于整个社会 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 当你念念想着 因为北大 是让所有的人民 觉得骄傲的事情 当我们能把北大这一个 名字好好在社会当中发挥 让接触的人都说 哇 北大的学生 真的很会 帮助人 北大的学生 真的对社会 有一份使命感 北大的人都在做 这个社会的好榜样 我们才不辜负啊 当北大的学生 再来 不辜负当北大的 校友 要鼓掌 要甘愿一点 来 鼓掌吧 是啊 这位同学 该做的事都不敢做 不该做的事都拼命做 颠不颠倒 真的啊 你看看现在人 走在校园里面捡垃圾 被人家当什么 当动物园里面的某一个东西 是啊 结果人丢垃圾 没有人觉得 不对 没有人觉得丢脸 这个社会是进步啊 还是退步啊 值得我们啊 深深思考 这一个学生呢 六岁多啊 他听完我那一节课 回家以后 在他的日记 写了第一句话 蔡老师说 地址归是拿来做的 而不只是备而已 我花了五分钟 跟他讲这个道 来 五分钟 回馈回来 影响面是多大 这个孩子 这个观念扎下去了 一辈子受益 谁受益 谁受益 一个孩子受益吗 他以后为人父 为人领导 他以后的一举一动 有多少的人民 他搭公车 一车的人都在看 是啊 所以教书啊 很有意义啊 我这一辈子啊 真正踏上 教学的路啊 我说我已经啊 人生无憾 人生最大的快乐 能读自己想读的书 当然那就是好书啦 有智慧的书啦 能得智慧的 能读智慧的书 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哇那太 人生快乐 很多人都 蔡老师你会不会很累 你一定很辛苦 我说人的辛苦 就怕心累 心不累 身体再累 睡八个小时之后 明天又是一条好汉 又是生龙活虎 人就怕心累 每天做的 学的都不是自己愿意的 然后很痛苦 又要为五斗米折腰 到最后就是 癌症的高危险群 忧郁症的高危险群 教师这一条路 很有价值 但是读位同学 你不要 那就是要站在讲台 才叫教书 当你时时刻刻 一言一行 都是智慧 都是替人着想 你走到哪里 都在教书 都在遇人 你在公司里面 你的同仁 对着他的亲人 对着朋友讲 我这一辈子就是遇到 这个好同事 对我人生的态度 对我事业的发展 相当的关键 请问你是他生命中的谁 你是他生命中的好老师 有一个孩子六岁 跟他弟弟四岁 两个人跟母亲一起 坐车 刚好 当然这两个孩子 都是学着圣贤的经典 一个老婆婆 带着他的孙子 还有他的媳妇 三个人上车了 这个六岁的哥哥 一看到老奶奶 马上站起来 老奶奶离起坐 老奶奶很高兴 坐下去了 把孙子抱上腿上 坐在膝盖上 接着他的孙子就开始了 奶奶啊 你起来 我要自己坐 就在那里吵 这个奶奶僵持不下 没有办法 只好爬起来 不然他在那里吵闹 他孙子坐下 他爬起来 这么一爬起来 旁边这个四岁的弟弟 马上站起来 老奶奶 请坐 从两个兄弟让座以后 这一台车厢里面 继续上演什么 敬老爱幼 只要有老人起来 一堆人在那里 抢着要让座 各位朋友 这一对兄弟在做什么事情 他在修身 他在齐家 这假如是你儿子 你以后坐这会不会让座 你会被孩子的德行 给你推着走 苏氏的父亲 苏寻 苏老权 二十七 始发奋 读书集 苏寻是到二十七岁的才开始 要读书 为什么 他看他两个儿子太有智慧了 他觉得很丢脸 不然以后差太多不能看 不过没有关系 有开始就不会太晚 所以你看人家苏寻最后还什么 唐宋八大家之一 也是演出一场好戏 父子都有德行 给往后的天下都当榜样 当然了 你不要 你不要现在想 好那以后我儿子再来督促我就好 那你实在太没自弃了 当下 再来 这个孩子有没有在治国 国是一个单位 以前商朝周朝下朝 这个叫八百诸侯 以前一个县就是一个国 一个团体也可以当一个国 你今天当一个领导 你的公司就是一个国 再来 整个车厢也是一个团体 这个车厢所有的人都被德行感动 因为人之初心本善 诸位同学 社会风气为什么不能好起来 因为榜样太少 榜样太少会有什么流弊 他不笑啊 他也不笑啊 他不忠啊 他不义啊 所以我也要不忠不义啊 社会的堕落就是这样造成 你骂他就说他也是这样啊 他也是啊 但是假如有好榜样出现的时候 把人的良知就开始唤醒 诸位同学 谁来唤醒 谁 你们心里面有没有答案 你们心里有没有突然生起一句话 哪一句 这一句你们都听过啊 听得都烂啊 国家新王 那不是在你写作文得分数的时候出现啊 当这一句话只在考试线里出现 我们有真诚心嘛 我们是虚伪啊 是啊 人生要活得真诚活得对得起人 对得起亲人 对得起社会 这样才啊真正会快乐 就像梦夫子说的 养不愧于天 辅不作于人 你每天都一觉到天亮 心安 你看这一对兄弟啊 当场就有这样的效应 所以诸位朋友 从现在开始 我们实时啊 要以天下为家 你要有这种胸襟气度 好 我待会会检查一下 这个走廊的子械 有没有人解 告诉你啊 你假如真正要立身行道 要好好啊 当个君子 我保证你前三个月会变成 动物园里面的什么 真的会哦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 哎呦 好丢脸哦 不要做了 还是要怎么样 对的事啊 一定要坚持做下去 当我们有这个态度的时候 我们才能让社会很多 颠倒的风气啊 拉回来 有一个妈妈 她在门口等她的孩子 看到门口啊 一大堆垃圾 这个妈妈走看看 又看看 好像没人看 蹲下去啊 捡起来 开始捡 捡了没几张 开始啊 旁边的家长 把她当什么 所有的人都投以异样的眼光啊 在那里指手跨脚 这个时候啊 要有所坚持 要做对的事 她就这样自己捡 捡完了 第二天也是这样 第三天也是这样 接着啊 第四天 第五天不一样啊 旁边的家长啊 有一个下来了 诸位同学 有一就有什么 就有二啦 无三就不成礼啦 慢慢的 家长都捡了 而这个捡有多重要啊 当这些家长都在那里捡垃圾 他们来做什么 他们来接孩子下课 这些孩子出校门 第一个看到什么 看到父母 爱学校 爱社会 当一个孩子会爱学校 爱社会 他会不孝父母嘛 有没有损失啊 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叫自以为聪明啊 天算叫懂得依循真理 依循智慧 立身处事 这个叫天算 这些行为出来啊 厚乎无穷 另外一个孩子 他的父母隔天 一走出来啊 那个小妹妹 就跟他父母举一个功 爸爸妈妈早上好 昨天睡得好吗 因为弟子会有一句说 成则显 婚则定 要成婚定 他的爸爸 听完之后 很欢喜 也很惊讶 结果 当天就赶快打电话到六合园 说昨天发生什么事了 是啊 有果必有什么 因 那这通电话打得非常有智慧 因为把孩子教好 要老师跟谁配合 家长付 你看现在家长说 教孩子谁的事 谁的事 你看这个认知就根本什么 错误啊 中国话讲啊 三岁看八十啊 六岁七岁看终生啊 这个孩子还没走到这个来 老师面前都已经怎么样 都快盖棺论定了 父母是最重要的老师 所以你看我们为人父母者 对于人生的认知 这个家长懂得跟老师联系很好 好 这一个小孩子隔天就开始立行 各位朋友 你什么时候立行 明天 说我住校又见不到我爸爸妈妈 你看 人 愿意 就是一个决心下去 就下了 人不愿意 可以找一千个理由 可以找一万个理由 有没有道理 要做就是一个决心而已 所以纵使父母不在身边 你明天早上七点半 打一通电话给你爸爸 跟他说爸爸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你爸爸 可能会问你 你今天怎么了 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药 这个时候你要坚持下去 这位同学我的人生很幸福很幸运 被我的父母伸道 又被我生命中好几位好老师教到 才能成就我很多人生的一些经验 一些积累 当然 读越乐 也要怎么样 读众越乐 这叫良知 这叫本分 假如我们得到这些好处 然后自己锁起来 不往下传 我对不起谁啊 对不起这些栽培我的老师 更对不起 我哪还有什么颜面去见他们呢 一定要有更多的人 能真正学习到这些圣贤的智慧 让他的人生可以智力 又可以利益天下社会 还有家庭的人 但是学习啊 绝对不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办得到 必然是要长期的熏悉 那我们成立一个网站 大方广文化公益网 我带那个名片来吧 大家可以拿一张名片 我们整个学习 在整个大陆 以至于啊 世界各地讲演的内容 都会挂到往上去 我们都欢迎大家 在往后的岁月当中 可以互相来扶持 互相来切磋 所谓德不孤 必有灵 四海之内 其兄弟 好 那我今天的课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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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